原警衝上前壓制並請求支援 因為照尸駕駛不斷反抗 甚至還和原警發生扭打 男子激烈反抗 原來他酒後撞車撞得還是警車 警車行車記錄器拍下 當時停等紅燈時突然一陣猛烈搖晃 接續器也拍下照尸過程 轎車撞上警車 藍色轎車車頭蓋掀起 被撞的警車車上原警並無大礙 事發在苗栗同小鎮 警車等紅綠燈時遭66歲駕駛 從後方追撞 原警下車後發現男子身上 三發濃濃酒味 而流男駕駛卻想逃跑 最後還是被警方帶個正著 酒測值0.18 原警在壓制過程中 手部受傷紅腫 而據了解這名男子 去新北參加朋友喪禮 喝酒後自己開車回家 車禍地點距離家中約3公里 被依公共危險罪移送訪辦 記者中正嫻 盧俊傑 黃山苗栗採訪報導 購物 暴動 購物 入物 給你 uls